在蛋白质折叠计算的终局这一期有几个典型的问题,我集中回答一下 首先有一个同学问,之前我们讲过三体问题 那既然仅仅只有三个物体的时候 在相互作用力也只有万有引力的情况下都无法预测每个体的位置跟速度 那么像蛋白质折叠这类问题涉及到的基础单元达到了几百上千个 而且相互作用也更复杂,怎么可能计算出结果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答案简单的说呢,是我们在面对不同层级问题的时候采用的数学模型不一样 三体问题有的时候会被当成一个纯数学问题来看待 因为万有引力公式是一条严格的数学描述 而三体中的那三个体呢,也都会被当成只有质量没有体积的质心来处理 于是就可以按照纯数学问题去看待 结论就是三体问题没有解细解 也就是找不出一个类似于求根公式一样的东西 把初值带入之后得到数值答案 牛顿跟庞加莱就是以这个视角来对待三体问题的 但与此同时呢,三体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比如说其中一个物体的质量远远小于另外两个物体的时候 就可以退化成二体问题 我们在讨论三体问题的那一期,也就是科技参考第二季第五十期的时候 还说到啊,后来科学家们怎么做的近似处理 然后从那些近似中得到的解,再寻找解的规律 而到了蛋白质折叠问题上呢 模型一下就不是使用引力公式跟小球质量的假设了 而是各种氨基酸化学物理或结构上的特性的抽象 比如说科学家们可以把很小的蛋白质片段按照外观来分类 比如说像螺旋形的,折叠形的,转角形的,凸起形的,四螺旋竖等等等等 然后再把这些典型的结构细化成α形,β形,γ形等等 像积木一样分出基本组件 这么操作之后,有时候仅仅凭经验都能猜出哪一个部件的哪些部位 会和另外一个部件的哪些部位握上小手 另外呢,也能根据一些片段的输水性,侵水性来判断折叠起来之后 这些片段是暴露在外的呢,还是卷在内部的呢 当然,判断方法还不止这些,还要用到能量最低原理 也就是通过分子动力学模型,判断在各种可能的三维结构里 哪个结构拥有最小的能量 拥有最小能量的那个结构出现的概率就最大 所以蛋白质折叠的计算呢,既有计算也有经验 经验啊,他自不必说,肯定不是一路的 而计算用的呢,也不是把分子当个弹性小球来处理的模式 而是分子动力学模型里那些和统计物理相关的公式 这也就是咱们开头说的,对于这两个问题采用的数学模型不一样 听到这儿,你就可能非常想追问了 那为什么就不能像对待三体问题那样 把每个分子当做小球,然后带入公式,求具体的解呢 原因也很简单,这么做行不通 这个行不通啊,并不是因为这样来计算之后的计算量太大解不出来 也不是因为三体问题没有解析解而行不通 因为实际上呢,当我们把具体的值带入的情况下 在算力足够大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得到解的具体的值的 那为什么还说行不通呢? 因为如果这样去解,实际上是错误的 是不符合自然现实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从单个分子出发,在这些分子组合成几百个氨基酸构成的蛋白质的过程里 都有哪些因素发挥了作用 我们只知道,如果只考虑牛顿力学或者电磁力 我们已知的量子力学等等因素 哪怕我们拥有足够强劲的算力 算出来的结果也都是错的非常离谱的 而我们同时也知道,如果我们不用这种 我们都不知道哪些关键的因素被忽略的精确计算法 而是利用当前的分子动力学模型外加一些经验的抽象的话 那猜出来的结构反而会更准一些 所以展且就用当前这种方法这么用了 现在呢,猜测蛋白质空间结构的过程也让AI参与进来了 他们的直觉更准,而且不知疲倦 于是就让他们这么猜下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三体问题都没有解决 反而几百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的结构 却能有解的原因 下一个问题是 既然蛋白质的三维空间折叠这么有用 那除了蛋白质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分子 有这种类似的特性和应用场景呢 回答是当然有了 举个例子 目前的高分子化学领域 有些有机物的分子量往往也很大 想要让这个分子实现特定的功能 如果能事先预测它的结构 那就方便多了 比如说能不能做出一种超级橡胶出来 弹性又好又轻又耐磨呢 但这方面的工作就更复杂了 因为它涉及到的分子类型就远远多余 跟生命相关的20种氨基酸的种类了 我们猜蛋白质的结构能有的猜 多少和构成生命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只有20种 这个比较少的数量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 这20种基础组件已经可以形成 今天地球上生命万花筒了 而在高分子化学里 有资格和氨基酸地位平齐的基础组件 那就远不止20种了 说不准2万种都可以找出来 这2万种基础组件在2G结构 3G结构 4G结构上的各种物理化学规律 虽然它们当中也有极小部分被人研究出来了 但相比于氨基酸构成蛋白质的规律 被人研究出来的成熟度来说 相差的太远了 但是我们也能意识到 一旦这些知识也被人类熟练掌握了 那造物主就真的出现了 这个造物主啊 可以按照明确的意图 设计制造生命和非生命 下一部分的问题呢 都是在安慰剂效应这个系列里的 首先有人问 如果某人在吃无效的祖传米饭 或者是保健品 他认为很管用 这是不是安慰剂效应呢 如果是的话 我告诉他这东西其实没什么用 是不是会减弱安慰剂效应呢 那么就从他的健康考虑 要不要告诉他实情呢 首先啊 他认为的有效 可能一部分来自于身体的自愈的效果 也就是身体自然就会恢复一些 还有一部分呢 来自于安慰剂效应 当然更多情况呢 是很多的慢性病 特点就是起起伏伏的 病情一会儿严重 一会儿轻 在病情从严重变轻微的时候 他恰好吃了祖传米饭 而你呢 又恰好问他 说怎么样啊 他就会告诉你 很管用 其次 在这种状况下 告诉他这东西其实没用 会不会减弱他的安慰剂效应呢 不一定 只有在啊 你跟他说完之后 他开始对你的结论 深信不疑之后 才会减弱他的安慰剂效应呢 所以你可以评估一下 有多大的可能性 他会对你的结论深信不疑 他如果真的信了你说的 那类祖传秘方的安慰剂效果 对他来说 当然就会减弱了 可是随之而来的 可能就是 他放弃了祖传秘方之后 去寻找正规的治疗方法了 如果他真这么做了 那得到的效果 可就不只是安慰剂效应啊 还有真正的疗效 所以建议你啊 送佛送到西 好人做到位 如果他信了 那也把解决方案准备好 帮他查清楚了 而大多数情况下 人是不会因为一句话 就改变观念的 所以你说了也白说 最近美国的圣塔菲研究所 还针对一个人的观点 是怎么改变的 做了一个模型 我看了以后呢 觉得这模型挺美的 模型描述的比较复杂 我就不仔细的说了 其中一个假设啊 就是说一个观点 会对一个人的认知网络 带来冲击 这个冲击既可能是正向的 也可能是反向的 具体是什么方向呢 那要看他的认知网络中 观点的一致性是高是低 他这里面有一套量化 一致性的标准 坚信科学方法的人 那就是典型的认知网络 高度一致的人 那对他们来说 一个反科学 或者伪科学的教条理论 在强行灌输的时候 非但不能弱化他们原有的 科学的认知网络 让他们开始相信祖传秘方 反而呢 会让他们更加坚信科学方法 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一个坚信祖传秘方 而且背后有一整套大理论的人 听完你说的那个东西 怎么怎么没用之后 也有可能更加坚信 祖传秘方的疗效了 所以你看啊 无论是哪种情况 你把安危剂效应的 那三期的相关结论告诉他 都不会让他变得更坏的 所以我建议你还是跟他说吧 当然大家提到最多的 就是为什么只要心理上是期待改善 和安危剂相关的那些生物基础的物质 就会自然而然分泌出来呢 就会提高免疫系统的效力呢 大致的原理是这样的 类似的念头 或者医生话术中的关键词 会唤起人的某种情绪 这种情绪会直接导致 相关的神经地质大量分泌 然后影响到中枢神经系统 而免疫系统又受到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 于是就间接的优化了免疫系统 产生了不吃药 病情也有改善的最终效果 而这里最关键的环节 就是那种期盼的心理 那种渴望的状态 那种不明觉厉的 涌动的内心的情绪 其实你要是对科技参考专栏熟悉的话 就会知道 这个过程和我们看到热腾腾的兰州拉面 然后流口水 看到运动员腿折了 跟着咧嘴 看到孩子被人贩子抢走了 火冒三丈 看到帅哥美女就脸红心跳 是圆出一孔的 其实这就是生物演化 留给大脑的馈赠 如果那些随机发生的刺激足够强的话 经过我们大脑边缘系统加工之后 就会生成情绪 而演化机制在这里扮演了质检员的角色 它在上一年的生命史中 把那些在正确时间点 产生了正确情绪的机制保留了下来 于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会在情绪的驱动下 做出有利于生存的反应 危机接近的时候 我们就是背后发凉 拔腿就跑 而对于疾病来说 那就是尽一切可能的自愈